接着关注国际消息 近来有香港人要求全面取消中国大陆居民的自由行计划 特首梁振英表示 下个星期到北京出席两会期间 将会同大陆的有关部门研究收紧现行政策 控制内地居民来港旅游的人数 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 特区政府关注来港内地游客不断增加 以对市民日常生活造成压力 香港的接待能力有限 不赞成增加开放自由行程式的数目 此言一出引起香港商界巨头和立法会议员的反对 旅游业是香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有议员建议港府应减少1000多型带来的水客问题 另一方面继续欢迎更多内地游客前来旅游 去年来香港1000多型的深圳护袭的旅客 1500万 内地国国省市来香港过夜的旅客 1900万 来一次的消费大概是8000块左右 事实上大陆游客防港已出现下滑趋势 今年春节假期防港人数下跌3% 自由行游客下降8%